这是葡萄项链 它有四种颜色 红色、绿色、紫色、黑色 四种颜色 那这个呢 是纯手工做的 所以可大可小 你可以再做大一点小一点 或者是这个竹子呢 串珠呢也是用黏土做的 你要长要短 可以随你个人设计 这个项链的材质是3C雕塑图 这个雕塑图呢 它可以很薄 做干了以后呢 这个还蛮有弹性的 那掉到地上不会怎么样 淋到雨水也不会怎样 因为这是压克力颜料差的颜色 蛮轻巧的 这里面都有包有一个小球 保丽龙球 那这个项链的链头呢 是采用那个可以自由调整的 因为冬天夏天 还有一些人胖啊瘦啊不一定 所以这个链头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的包装的方式是用透明的方盒子装起来的 这个可以自由调整 那你不用打开 你就这样看 也可以看到作品很完整 那这个很轻巧 记啊 没什么重量 那后面写的是葡萄项链 这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 主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们要藏在葡萄树里面 这个是山西雕树土 纯手工念说出来的 这个是山西雕树 就是垂头的可能性 可以说去年的